62年123自由日投票会,今天正式成立,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各机关以及民间社团代表一百多个人。 会议首先推举赦盟民意主席,养蒙中国总会理事长胡正刚担任主任委员,台湾省议会代议长蔡宏文和台北市议长林景生担任副主任委员。 会议通过了明年自由日运动的活动计划纳要,并且决定明年世界自由日运动的奋斗目标是扭转呼吸一流,争取自由胜利,并且号召田木地区人民就地团结奋斗,推翻暴力政权。